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9年的8月3日周六 昨天我给大家上传了两段视频 关于贸易战的 其实呢 之后我还要再传一段视频 就是着重讲中国的这个策略的 但是我还在编辑需要花一些时间 不过今天呢我是实在忍不住了 我是必须得插播一个这个视频 因为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视频 来揭露一下很多这种自媒体 他所做的这种非常不公正 而且是非常片面的这种评论 关于贸易战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 我们可以叫他黑媒 就是专门黑这个中国 或者说中共的 就是以黑为目的的这些自媒体 所做的一些判断 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其实就是想通过一些看似合理的话 给这些观众洗脑 或者说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 他跟你说是这个贸易战怎么怎么回事 美国是有一个多么高尚的动机 然后中国在贸易上做的多么多么邪恶 多么多么错 所以这场贸易战 其实是完全是美国是有理的 美国是正义的 而中国是非常邪恶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把我看到的 和在美国听到的这些其他人的观点 给大家说一下尽可能全面一点 当然我只是随便的做的这期节目 我没有时间就是认真的剪辑什么 所以逻辑上可能并不是很严格 首先呢 美国贸易谈判的目的 其实我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多次了 美国谈判就是为了一个贸易公平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要驳斥一下 这个跟贸易公平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他后面还说 就是想通过贸易战打破信息封锁 还真相于人民 这个就是更是扯的没边了 贸易公平什么叫公平 公平是站在谁的角度上 站在美国的角度上 他觉得你现在中国给我们做生意赚很多钱 这个在他看来就不叫贸易公平 我不管我们之前有过什么样的条约 只要对我们没利的 川普很明白说了 很多条约对美国不利我就要退出 我不管之前政府哪个总统跟你谈的 我如果觉得不爽 我就退出没有什么理由 中导条约退出了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了 很多以前跟加拿大的欧盟啊 墨西哥签的这些全都是白纸一张 全都退出了 而且非常理智气壮的 我怎么到时候没有看见 那些黑媒来批判他的这些不守信用 反而我看到的是 他们把这个美国撕毁以前的这些协议 然后发表的一个这个单边的这个贸易战 觉得是一个很正义的 这个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 本来美国东西比如说你比较贵 价格没有竞争力 或者说质量啊或者品位啊 中国人不太喜欢 人的买你的少了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自由市场决定的 但是他就是要强买强卖 不仅是对中国对欧盟 对日本的什么其他各个发动贸易战国家 其实说白了就是强买强卖 我们要把这个tray的这个弄平衡 怎么弄平衡 你你卖给我们多了 我们卖给你少了 弄平衡就得你们就得多采购我们美国的东西 这样才能平衡 不然的话我就给你加税 你这些小国家 你一被我这个美国一下他就无力抗争啊 所以就直接就签了就比较快的投降了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现在也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 而且我觉得中国现在 你如果是2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加入WTO的时候 你跟中国发这个贸易战 也许中国也就很快就也就跪下了 但是现在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也不算super power吧 也算是仅去美国的一个老二了 我凭什么你让我干什么我马上就干什么 所以中国跟川普谈的时候 川普就知道所有的这些国家非常快就服软了 你这个中国这个硬骨头很难啃 所以他其实心里也是比较不爽比较着急的 所以这个无关于贸易公平 这只是一个非常冠冕弹簧的 西方媒体经常说的双重标准啊 我这个是为了什么正义为了公平 其实全都是瞎扯蛋 当然今天就是可能说有点激动啊 大家多多包涵 然后我再说一下美国为什么压制中国 中国有一个口号前段提的 Made in China 2025 2025中国制造 其实就是说中国想进行产业升级 然后2025年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就是提升自己一点跟国际霸权的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川普他是怎么评价中国制造2025的 他说的就是very insulting 非常挑衅性的话 为什么呢 他说中国制造2025 其实就是中国要在2025年的时候 takeover完全掌控在经济在政治上的一个垄断 这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结果就是吓得中国现在低调不敢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了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 去年年底这个川普访问欧洲的时候 那法国的那个总统 马克龙他说说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欧洲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军队来保卫自己 而不是说在北约的框架下 因为大家知道北约包括美国包括欧洲 美国就是有义务来保护欧洲 当他说到攻击的时候 马克龙只是说了 我觉得我们欧洲有必要自己组建一支军队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来抵抗侵略 然后川普怎么评论的也是very insulting 非常挑衅性的话语 人的自己建立一个军队就非常挑衅性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影响了他们的利益 他给你贴一个标签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后他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 其实中国这个崛起的趋势大势所趋 你不可能阻止住的 但是他想尽可能就是压压你让你延缓一点 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威胁了 所以就通过贸易战科技冷战 这个是他打击你 通过贸易给你就是定个罪 然后开始对你进行征税啊什么的 来削入你的原因 80年代的时候跟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跟中国进行贸易战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马云才说这个贸易战可能要打20年 因为这是美国他的一个战略就是想遏制中国 川普只不过是他比较心知口快 他就这么说出来了 这个跟什么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什么创造公正的环境啊 贸易公平完全没有关系 还有什么呢 大家记着五月初的时候 川普是对中国加25%关税的理由是什么 说我们过去几个月谈的这些条件 中国这个政府答应的好多东西 然后最后全都反悔了 要重谈 然后说的是好像中国就是非常流氓啊 一点道理都没有啊 说自己特别正义 说的那些理由哪些东西是之前同意了重谈呢 其中有一条就是改变中国的结构性 structural change 真正在这个structure上改变中国经济 这个中国是用什么样的结构来管理自己经济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中国有权决定的 这是人的内部的事物 哪怕是给这些大的企业 华为什么也好补贴也好 这个也是为了提高自己民族的品牌的竞争力 无可厚非 当然有可能违反了某些WTO的协议了 这个我不是很懂 我也难以评价 我对经济不是很了解 但是美国不做这些吗 美国对那些受贸易战的影响那些农民 他也是好几十个比例的这个补贴 我怎么不见这些黑媒说美国的这个补贴 为什么就抓着这个中国的这个补放呢 其实就是一个西方媒体那种民主那一套就是双重标准 对自己我做的什么都是很合理的 但是你中国如果做这样同种性质的 你这个就是不合规不合法 比如说跟伊朗做生意 这不行我要制裁伊朗 你这所有的国家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 如果你跟伊朗做生意的话 你就是违法 违我美国的国内法制 我就有权去抓你 比如说加拿大你把这个孟晚舟给抓了 因为他涉嫌多少多少年前 他的一个子公司跟伊朗有过这种贸易交往 他这种霸权主义表现很明显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我不愿意给你玩 大家所有的人都不能跟他玩 不然的话我就欺负你们其他这些国家 还有说让中国保护知识产权 这一点我确实承认 中国确实应该保护知识产权 但是在这一点呢 他说这个同时 川普还说什么 之前还威胁 咱们这个贸易战 我还有办法 包括美国的这些议员说 如果贸易战还这么打下去 中国还不签协议的话 我有可能 把中国在美国的这些上市企业 比如说华为 在美国的这些很多的专利 我全都给你废除了 你就不受美国法律保护了 你以前这些专利就不算数了 我也没有见那些黑媒说过这一点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你一方面让中国保护知识产权 另一方面同时为了逼中国就范 然后威胁 我要把在美国的这些中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全都给抛弃掉 这其实是同样性质的问题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霸凌的作用 然后说中国五月初的时候把之前口头答的一些协定违反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协定 他是说什么呢 我让你中国政府不能给任何中国这些企业进行补贴 我要监督你监督可以 我怎么监督你呢 如果我怀疑中国任何一家企业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补贴的话 美国有权派自己的这个美国的审计人员进到你中国的企业里面 而且你必须同意我进到你这个企业里面查你内部的账 这个大家想想怎么可能中国会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 大家看一看以前清政府的那个鸦片战争也好 签的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个条约那个条约其实都是一个性质 就是说你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外国人叫制外法权吧 我有权就是在你中国犯罪 然后你还要是按照我这个外国国家法律 中国法律你不能制约我 因为我是洋人你不能制约我 完全是丧权辱国的 中国怎么会答应你的这样一个这么霸道的影响中国主权的这种无理的要求 那怕我们退一万步讲 就算中国那些团团代表口头同意了 记得口头同意了 一切口头说的你没有白纸黑字写到协议中的 都不能严格作为这个协议的依据的 你必须得完全文字写进去双方代表签字了 这个才算是有效的东西 就跟美国找工作中国找工作 你给一个公司面试 那个公司说行不错要你了 然后来吧多少钱 你一般人都会怎么想 你必须得给我这个真正的offer才行 不然他第一天说的他第二天就可以反悔 你不能把这个当作理由的 你这个口头的他最后觉得因为国家利益什么原因 他违反了这个是很正常 虽然你可能说他这个啊 这个道德上这有点不太合理 但他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 但是美国是什么样的 美国是之前政府签的几十年前签的 这个协定一直都是遵守的 你到川普上台 对不起我要退出了 以前伊朗的这个核协议奥巴马给你签的 我现在把奥巴马骂一顿 然后我要退出了 然后伊朗也着急了 那你退出了 我就要发展我这个核武器 不行我要制裁你 然后我要军队就是威胁你 我没有看到任何黑媒批判过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 而且这些黑媒体 反共的媒体吧 我当然尊重他们意见啊 言人自由 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双重标准 为什么还是同样的事情 中国美国做了就要批判中国 说中国做的多么多么不对 美国做的假就当做没有发生一样 一句话都不说 就是双标太厉害了 这个伊朗造原子弹呢 他想发展核武器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中国当初毛主席 勒紧裤腰带 跟美国闹掰了 跟苏联闹掰了 仍然是造出来原子弹 这真的是非常英明的决策 起码从那时候起 这些美国这些国家 他就没法对你进行核讹诈了 现在美国对朝鲜的伊朗所做的 其实就是当初 中国没有核武器的时候 对中国所做的一样 就是一种核讹诈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到很幸运 美国永远不会对一个有核国家进行攻击的 因为他担心你 他害怕你 所以中国当初造原子弹 其实不是为了攻击任何国家 而是就是一个核威慑 你起码你不能威胁我了 无理的威胁我 或者敲出杠什么的 但是那些现在小的国家 没有核武器的国家 对不起 美国要打你就可以打你 把你这个政府推翻了 让你老百姓 以前生活水平不错 最后借着民主的名义 你完全都生灵涂炭了 他不管你那么多 伊拉克是这样 阿富汗是这样 利比亚是这样 如果中国没有核武器 中国也可能也会这样 就是给中国加税 还有一个什么理由怪中国 就是说你那个芬太尼 你不能生产了 你还生产 美国那么多人吸你这个毒品 当然我对这个芬太尼 我不是很懂 我也不用怎么吸毒品 大麻在美国 很多州都是合法的 我也没有吸过 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懂 但是我知道美国人 美国老百姓 他吸这毒的 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 你想到的 就是说从外面堵住 你不能生产 这样你不生产了 我们美国人就不会受害了 但是美国人自己 他们很多老百姓 不管什么原因 他们自己吸毒 你要真正断除这个根源 其实就是应该从内部入手 让美国人不要吸毒了 这样你没有这个demand 自然就没有supply了 当然我也知道 美国这个铜锈地带 很多以前大工厂 现在全都是全球化之后 全都是倒闭了 这些工人失业了 他没有什么技能 他就是变得颓废 他吸毒其实也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 当做一个借口 全都怪到中国老百姓身上 因为不是中国人 在大规模吸毒 而是美国人自己在吸毒 在结束今天这一堆 牢骚之前 我再说两个 一个是香港 一个台湾很敏感的问题 我将来会专门准备好了 就是尽可能 站在一个比较客观 公正的角度上 来说一说 这两个问题的 我的一些看法 我说什么呢 就是香港示威 最希望现在闹大 最希望中国派军队镇压的是哪两部分人呢 一部分就是那些有民族主义的粉红 国内的粉红 某些自媒体我就不说了 就应该取消一国两制 就用一国一制 然后军队镇压什么什么什么 养我国威那种 非常极端的 然后更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黑媒 我就看着你这个香港闹一点大事 军队镇压你 然后我就更多的素材批判中国 所以我就我估计他们可能每天睡着觉就恨不得 赶快中国出兵镇压香港 就唯恐天下不乱 这些人真的说起来头头是道 但其实就是各种误导观众 这也是我为什么开这个YouTube频道的原因 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些黑媒自媒体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然后最后台湾这个问题也是很敏感的问题 台湾本身现在在事实上就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国家了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政府军队什么的 跟中共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前两天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说出于政治原因的 中国就是禁止这个私人游死台湾了 然后哎呦一下的网上炸开锅 那么多黑媒全都兴奋高潮起来了 好多这个自媒体说 这是什么是侵犯人权 你这凭什么中共控制自己的老百姓不让人去台湾 这就是说的简直十恶不赦 去年11月份说我告诉你 美国政府也是不让美国老百姓去古巴了 之前奥巴马时期都是解冻了 可以去古巴旅游 现在也是政治原因 你也不能去了 美国媒体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原因 一个遏制 可能是暂时的遏制 它不会是永久的 但是这些双重标准的黑媒 就要用此大做文章 可能是为了他们多年的这个理想 就是说盼着中国赶快倒霉 恨不得马上崩溃了 他就开心 也可能是通过这个就是博个眼球 哪人不是当你说 误导群众 然后博这个点击率赚钱 当然我今天说的可能有点乱了 我就是想通过说的这么多 表明一下我的观点 作为自媒体 你应该站在中间 比较客观公正的说 美国哪方面做的不对 中国哪方面做的不对 可以哪些改建的地方 哪些做的好的 中国哪方面做的好 为了自己的国家主权问题 哪些是可以理解的 而美国哪些是可以理解的 你都应该一分为二说 不能是非黑即白 就说这么多了 有空我再把下一个贸易展视频 给大家传过去 再见大家